歡迎收看阿彬仔 《川越古今化人物》這個單元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我們台灣第一名稱 《處美的由來》 那麼今次故鄉來印製故鄉市 多少知道 我們第二名的由來 也是我們作為台灣兄弟兄孫 應該有的一些態度 我有幾個學生 去找我的朋友 三個學生去到鄉下 路草也不熟 就問到餐廳有的做餐廊 要去某些人家家 你知道他在哪裡嗎 主持也好看 人也描述一下 這個前輩就跟三位小孩說 你們喔 高雄頭前走 你們看到三口十 才把我從這裡面去 看到家家的地位 那裡就是他們家 這三個人 這樣走很久了 就都看不三口十 到後來沒有幾年 才去問到真正的地方 回來講話聽 我才跟他們說 尖廢還是結婚人 在說三口十 就是說三間廚 不是真的你要找那個廚 就像我們從八地廚 國民黨政府就改造八道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想想一些地方名稱的由來 還有 沿著習慣說法慢慢的轉變出來 再用一些正式的名稱 再跟定位今天的第二名 譬如說 郭勇 這就是完全日本式的名稱 本來他叫搭狗 搭狗 就是用這個音 轉過來 演習習慣裡面 所以有一些因為生化相 所以申請出來的一些危機 也很特殊 和保養都不一樣 譬如說 人家自有法人的所在 包括福建 說帝鄉就是帝鄉 我們台灣就是說帝米 我們要去跟店舖 就說我們來去跟高官 在那裡 我用一段時間跟大家解說 以前的人 要喝帝鄉 也不一定喝得去 沒得到應該就是一般家庭 可以喝的 以前路邊 我們常常有一個 車廂放一支鐵架 那些一個鴿蝶 那些一個鴿蝶 那麼鴿蝶 大概就是白開水 鴿蝶 要讓過路人 可以喝的 乾水就對了 這種 蝶跟米 種合起來 就是因為 蘇董時 蝶蝶也是非常貴 假設 你們家裡 如果有一個 萬風的親家來 家裡 剛好沒米 以前 沒有米 是最最最有的事情 我們的師大 我們的阿姨 就會說 阿彬阿 您這公拿那個鴿蝶 拿去米咖 換一個米回來 所以蘇董時的鴿蝶 如果一間鴿 可以換一間米 所以一間鴿蝶 換一間米 故來 台灣人 穿蝶蝶蝶 叫蝶蝶 其實是有生活上 一種 解讀的趣味在裡邊 那麼高官就涉及到 這個當時候的一個狀態 六港後 在華街後 很多人開那個商店 南北二路在賣那個十塊 那時候叫做高鄉 在一富二路三萬塊的時代 高鄉遍布在廈門 交商也叫交行 所以 當初是聽說 全部藝門發覺說 酒店也好 鄉客也好 家人也好 宜蘭也好 要來台北搬回的人 有時候 吃不方便要吃什麼 全部藝門說 沒有 你們這些高鄉 可以去南門 西門 東門 北門 那個三岸 開白湯 讓途方 那邊來的 或是三夾 酒店 香客 別人這邊要來的人 不一定需要吃什麼 在西岸 高鄉 白的單位 就可以交易了 後來 高鄉就叫 孫武藝門這種的安排 就在 台北市的國西門外 外面 白一些 南北二路的攤位 結果生意非常好 孫武藝門發覺說 生意好 也要求關稅 所以高鄉 交給孫武藝門 在西岸 賣賣賣裡面 所有的關稅 就叫做高官 這 都是隨著 時代的煙變 所以 產生出來 一些 藝人相 比較 更新的一些名書 但是 我們現在 躍在我們的生活中 也都沒有什麼 客客 要用得很順 說 沒有人開店 我們要去高官 當年到當初 高鄉 高鄉 高水金 讓孫武藝門 那個時代 意義完全不感動 但是 這麼好用就好 所以 我來給大家介紹 整個第二號名 它所有來源 是怎麼厭辯 第二號名是 我們祖先 在台灣經營過來 那個水月 所流下來的密碼 歷書方程 人不變化 人有經濟 地名佼佼 有有風流 地名搖搖 所以地名 具有日常生活的親密 與通俗 也牽涉到 地理學的自然 人文地理 也涉及 語言學的構詞 語言 語意 文字學等 加上歷史文獻 時代脈絡 總會而成的學問 所以探討 我們台灣地名由來 必須要聽音變異 不能忘文生意 例如 壓力也沒有山流 雄山也沒有百種雄 也沒有山 有名叫石口 也沒有山西 台灣的歷史 像一道彩虹 分布著七種顏色 七個歷史階段 就是葡萄牙 西斑牙 到荒南 到民政 過渡到清朝 後 割浪於日本 再歸於中華民國 前後共七個歷史段落 可謂繽紛心理 美不勝手 那如果 翁家人走 七度 八度 五度 顯然這個度 跟宜蘭的減六結 五結 就差不多有 欲取同工之妙 台北市的天母 聽說是說 美軍住宅在台北的時候 去那個所在鐵圖 問當地 歐巴桑說這什麼所在 歐巴桑跟他們說 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從此聽不懂 就變成我們現在蘇林區 天母的地名的由來 台灣 為什麼叫台灣 依照聯亞堂 台灣通識是說 埋灣埋冤 這個一般來講 現在基本上 已經知道是不對的 也不再用了 那麼 通俗的講話是說 台南 原住民西拉雅部落 把我原設 轉化過來 荷蘭文獻指出 台灣這個地名最早是在 台南市安平區 十七世紀初年 安平位於台南沿岸七個 跟鯨魚的腳踩片 相連的沙洲 合青七分心 分青一隻七分心 一本土隔著台江內海 所以來台開墾的漢人 對此有稱呼 大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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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年 大園 台湾就由安平一带逐渐扩大成为全岛的城乎 就是在1620年到1662年 台湾这两次正式变成全都的城河 后来后来人就选择在一堆新双洲建立热兰之城 就是今天的安平国部 并记录在台江内海是一个带海湾 当时汉人已经确定称此为大湾 这另外一个名称FORMOSA是台湾的英语名 上次的公法就说 16世纪中央葡萄牙的船航经过台湾 在海上看到台湾古山尊业林素参与 就是大湾FORMOSA 就是形容台湾很美丽 根据当年葡萄牙的航海日志 葡萄牙船从澳门出发到日本有两条航线 第一条就是 沿着中国东南沿海走到浙江临坡 在向东往日本 第二条是沿着海湾走到福建卫盟 建盟向东北翁榴球 现在的沃琪娃在北上日本 第二条航山就很有可能的经过 极人的和平度 应该是这条没不对 这个我极人的地方 有一个地方叫做暖暖 这是台湾最暖暖的地名 那么根据日本 安倍民意台湾地名研究 这是凯达格兰族 那那的谐音而来 但是清代文献 找不到那那社的原著名记录 在河南绘制的大台北谷地图中 暖暖的位置标示是 潘安娜 台湾的音的翻译就是 潘安娜 那么在马来亚里里面 印尼的技能里面 也有潘安娜 同样这个名称 那应该跟河南的位置就是 Space 所在意识就对了 所以早年 淡水 跟基南的原著名 其实都熟于马赛族 因为海洛将受几风 跟海流的影响 红旁不顺 所以大部分 都要走基南湖 又叫走山路 基南湖在淡水 要走到基南 在暖暖这段 只能用叠牌了 所以一般 如果走到十字水上 就要走沿山区 才能跟基南人爱区 古早叫西九娘 他们处马赛族才会把软软认定 淡水跟基南就是一个间隔处 潘安娜就是间隔处 就是咱家就要换主人的意思 上山古早也不是山 有名叫石口 那也没山石 将周人民的反映 叫做马里祖国 马里西口 原住民宜然的意思 是认为说 这是河流 岸客的所在 石首台湾富士 兴隆一个八年 一六七三年 上山当地已经有 马里西口街 到了家庆二十年 一百英五年 赶法做石口 日本时代正式改名叫上山 延长到今 岸客和现在的办法 也是日式的名称 十七世纪 湖南古地道 岸客的位置 就是在标识 这是一个交易的干扣 虽然青台口气 已经流传一户二六三岸 中几孙时是游南至北 但是在湖南世纪 岸客已经改了一 而且是北部最早发展的所在 清朝空西三十七年 何建设官府 益永和 来北斗蔡流洪 在北海济游中 就提及到 他在台南搭乌车和台北 在伯利 穿着这个堂尊 过河和淡水的时候 四沙间一座 独木楼城 可以容两人对着 各操一局一渡 明月盲格盖翻作业 所以这个万家 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 进行的那种独木楼 万家由来就是这样来 猫空其实没有猫 自清代以来 它就是台湾 很重要生産地域的所在 送人当时代有那个 蜜蜜蜜蜜蜜就是蜜 不是猫 台湾商区常常会见 龟鸡蜜蜜 就是我们台宜说的白皮心 例如 苗蜜 旧的地名 名叫 蜜蜜 因译制原住民 道卡斯族的社民 所以 嘉宜民兵旧的地名叫做 达蜜 因译制原住民 红雅色族的社民大马 三条角就产自西班牙 一六三空年 西班牙渡民教会 前景在三条角 去一间圣 雅各部的小教堂 这个人是 亚蜜十二门道基 本为遗父 后跟随耶稣 是第一位信道的耶稣门徒 台湾一个小小的小地名 竟然是原住耶稣的门徒 其实也是新级的文殿 跟传级 那么 现在在台湾 上街有名的北拼 一个 一个 山区 毕竟山区的高分 最早住有九户人家 第一名由来 跟理由简介 都说 这里是最早住的九户人家 对外采购 都要先分成九份 再运送到辞 其实这是跟提炼 脏脑有关系 那么一份应该是时间的脑罩 所以九份应该是有九十个脑罩 那么这比较正确的说法 阿里山不是一座山 是一群山 阿里山的山脉是由18座的主要山卵过程 其中没有一座叫阿里山 风景区跨越帆路 敌驾、梅山、阿里山等四个乡镇 所以 后来门现实在阿里山外面的北拼 有标识着 这应该是当初 北部州官主员名名 汉人、英语、阿里山 所以阿里山不是山 当年那家伎市也叫朱罗山 同样也是无参 所以 第后名 听说是有一个昆秀 叫朱罗伯来跟朱罗伯来门名 但是清代文献中 吹不到有关医民 偷人、昆秀 叫朱罗伯 这个名称 况且苏信在苏澳也不是大信 西班牙文献记载 西班牙来到台湾后 把这个所在合作 Sorenzo 作为马尼拉与之 基隆之间的东途战及战备港 朱罗伯接近台语 路连苏 所以台语为圣路连苏澳 后来简称 念为苏澳 圣是神圣的字语 朱罗伯是天诛告读圣读之名 圆语可以念作圣劳伦斯 他是西班三世纪基督告读 被教会认定为最坚真勇敢的信道者之一 他信道前说 基督已住在他们里面 他们就是教会最珍贵的财产 卫义受逼迫的信道者为苏澳的本名 其实也是力数对苏澳最大的文殿 马尼在苏澳等到法国无关 也没罵的足迹 在日本时代扎马赛庄 现在你驾斜水驾到达去 最悲斩后堵斜水过 那就是马赛 那么相当于今天苏澳的纯人 永荣爱丁 神社丁利 马赛一说为原住民语 或此色为淡水流番 日本时代文化人类学家 伊能佳据说 大台北地区原住民族自称 凯达阁南 但是17世纪和南西班牙的档案文献中 当时大台北地区原住民这称 巴塞或巴塞就是人的意思 而且清代文献中也有马赛的音译 所以当年大台北地区原住民马赛人的活动范围 涵盖了台湾的北岸 东北岸及东岸 所以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走到了苏澳 留下了马赛的地名 换言之 台北市大台北地区 并没有凯达阁南族这一族 而是只有马赛族 所以错误的引用伊能家具 把总统屋前面的介绍录 改为凯达阁南大道 是历史的妙物 真正在台北生活的是马赛族 所以这一个马赛族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今天苏澳 就是靠近文化国中那个地区 留下了马赛的地名 短短的不到20分钟 简列的把台湾 几个地理名称 介绍它的由来 其实这也是很差别的故事 我们希望在未来不久的日子里边 我们能有时间在更多的介绍台湾 地理名称的由来 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祖先的足迹 以先人的智慧 谢谢你的收看 下礼拜同一期